世界银行World Bank 行长金庸J-I-M-Y-O-N-G-K-I-M 1月7日突然宣布从2月1日起辞职 距离他2022年任期届满 还有三年多金庸表示 他卸任之后会立即加入一家民间公司 致力于开发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华尔街日报分析作为全球最大发展金融机构 金的辞职可能会引发对特朗普政府与美国控制涉行的批评论战 金庸在任期间推动了预测能源项目的融资计划 并在很大程度上缺减了对煤电投资的支持 但一直避免与特朗普政府公开发生意见冲突 众所周知 特朗普政府把重任美国煤炭界 作为一项工作重点世界银行 有189个成员 主要是为开发中国家提供低利贷款 致力于减少贫困 推动共享繁荣 促进永续发展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并称全球最重要的两个国际金融机构 按照传统 是银行长由美国人士出任 IMF总干事由欧洲人士私职世界银行规定任何重要决议 必须要有85个同意票才能通过 但每个成员投票权不同美国的投票权 最大达15.85% 也就是说 一项决议 即使得到其他成员国全体同意 美国仍拥有否决权美国之外 拥有较多投票权的国家 包括日本6.84%,中国4.42%,德国4.00%,英,国3.75%,法国3.75%,印度2.91%,俄罗斯2.77%,沙特2.77%,意大利2.64% 由于美国在市航拥有一票所决权因此 特朗普将对选择金庸的继任人选 有很大影响力 2012年经奥巴马席名 成为市航 从1945年成立以来 少见的非财经纪出身总裁 他担任两届市航行长 每届任期五年 美国财政部发言人称 感谢金庸为世界银行的服务 并称 美国财长鲁钦期待与世界银行董事 一起选出新一任行长 美国财政部负责管理美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 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马尔塔斯曾质疑 向世界银行等国际接融机构 分配更多资源的必要性 说接融机构应当将资源更多的分配到 较贫穷国家 并减少对中国等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 不过 美国财政部去年支持世界银行 增资130亿美元 世界银行进行了一些贷款和管理改革 包括对薪资上调幅度设定上限 金庸离职后 将转投一家 专注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私人公司 59岁的金庸 生于韩国首尔5岁时 随父母移民至美国 是哈佛大学的医学与人类学双料博士 长期投身全球公卫事务 2009年7月 出任达特茅斯学院校长 也是美国长春藤盟校 首位亚裔校长 获得加入民间行业的机会纯属意外 但我认为 我可以及此对气候变化 和新兴市场基建投资不足等重要的全球性问题 产生最大影响 金庸说 金庸位置将由集团执行长 保加利亚裔的乔西娃克里斯特·利纳格格勒 赞再 世航行长一直由美国总统提名 鉴于美国财政部 是同世航直接对接个部门 财政部将在挑选金庸记认者上 扮演重要角色丸 ~~ 咱们